Hello大家好,我是Lily 开着一辆5700元的林木贝斗星 从广西玉林支驾游到新疆 我们花了两个多月 到达新疆之后 我们就开始了漫游的模式 到了一个舒服的地方 就多待一段时间 这一次我们在图鲁方安待了14天 将近半个月 在行程码只有新疆的记录之后 我们再一次开启了旅行 我们打算去乌鲁木齐 从图鲁方安到乌鲁木齐大概200公里 沿着312国道往西走 开着车 奔跑在路上的感觉 真不错 图鲁方今天的温度达到了43度 炙热的阳光格外明媚 空气特别干燥 我们坐在车里 如果不开窗的话 就跟蒸笼似的 路程的前半段是由我来开车的 新疆这边的紫外线特别强 我几乎一路上都在蒙着脸 露出一双眼睛 目视前方 我们出来将近三个月了 比起出发前 我真的是晒得特别黑 虽然没什么用吧 但是总有点心理安慰吧 哈哈 312国道的风景 基本上是石头山 戈壁 植被很少 大车经过就会扬起阵阵沙尘 我只能关掉主驾驶位的窗 刚开始出吐鲁番的道路还是很平坦的 但大概行驶了几十公里的时候 路况开始变得很差 中途经过了大概可能有十公里左右的 坑坑洼洼的路段 车子很颠簸 车里的东西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的摇晃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啊 我们的陵墓北斗星减震不太好 所以啊 走这一条路的舒适度不是很高 这一条路上风景是真的好 但是路也是真的差 姐姐一路上都在祈祷着 千万不要把小船船给垫坏了 哈喽 我现在呢已经换给姐姐开车了 大概开了两个小时 结果呢 坑爹的我们开进了一条 312国道真的是这一段烂路 真的是有够烂的 然后一直颠一直颠 老怕它颠到那个车底盘了 特别害怕 所以我们现在是以二档 十几米的速度在走 然后哎呀慢慢走吧 就是太累了 看着旁边都是那种光秃秃的岩石山 然后这个路也是非常非常的颠簸 到这一段已经算是平坦了 刚才那一段更颠 天你看这些小坑 还蛮深的 到那里一定要留意 要缓一点 踩一下离合 哇真的是 离合变成被你踩床了 这怎么能怪我呢 为了防止它 缓一点应该是踩刹车还是踩离合 缓一点是离合跟刹车一起踩 我是两个一起踩的 你不是离合跟油门一起踩吗 不是 我还没到那程度好吧 看这边天哪这些坑坑娃娃 这三12国道真的是太差了 这个路况 这一路上总算是有惊无险 经过了四个小时的驾驶 我们成功到达了乌鲁木齐的市区 没错 本来只有跑两个小时的路程 我们生生跑了四个小时 这个马慢点无所谓 安全第一对吧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乌鲁木齐的市区了 果然是大都市 看着就不一样了 跟之前 那个甘肃九泉玉门 还有哈密 这边就显得不一样 就都市的感觉 乌鲁木齐市的高轿真的是 这个车流不稀 有点多呀 这个车 妈爷我们转了一大圈 终于来到了乌鲁木齐的酒店 现在姐姐正在停好这个车 放到停车位上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办理完入住了 准备要开房子 我们在三楼 感觉这里环境还可以吧 因为周围它涂了那个黄色的墙壁 所以就显得特别亮淌 还不错 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住宿环境 这边就是酒店的走廊 也就普普通通吧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房间 这就是我们入住的环境 终于来到了乌鲁木齐 这边的住宿要比吐鲁房要贵个十几二十几块钱 这间房间的价格是七十八块 大床房 有窗 还有独立卫生钱 加上空调 现在这个天气空调必不可少 然后姐姐今天开车开了一半 然后挺累的了 看得出来有点疲惫啊 一边打个哈欠一边开车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看着环境还可以吧 我觉得还行 主要是这个墙壁刷成这样 特别亮淌 加上这个光 不错 真的不错 这个房间是我比对了其他所有的酒店 基本上同价位的 算是比较好的 主要是因为它有个外窗 还是比较好 而且图片看起来比较干净整洁 就是这样子的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等一下要休息休息 可能到晚一点 太阳没这么烈 没这么晒的时候呢 就要出去外面转一转走一走 乌鲁木齐帽斯这个博物馆里面 还有楼兰美女 到时候我准备要去看一下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 有没有感兴趣的 帽子好像也不能拍吧 我到时候代替大家去看一下 好了 那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 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吃好和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